广东各地群众通过电视 户外大屏 新媒体平台等途径 收听收看了党的20大开幕会实况 大家纷纷表示 要认真学习好20大报告 用报告精神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总书记在大会上的讲话 在我们备受鼓舞 下一步 我们将在维护航行更安全 海洋更清洁 口岸更畅通等方面 忠诚履职 戳力奋发 给我最大的感受是 总书记对我们囚包的关心和关爱 作为一名囚商代表 我们将引领肺炎几月 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集 助力散投 做好新时代囚的文章 作为港澳企业的 我们将会牢牢依托越港澳大湾区 和一带一路的建设 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 20大报告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是我们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 干出来 奋斗出来的 作为这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我们这一代就是充满干劲的 在党和国家的代理下 我们的渔民生活过得越来越好 我们以前渔民都是住在床上生活的 现在呢 我们渔民全部上岸了 在岸上安居乐业 我们要实现好 维护好 发展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把我们社区居民服务好 让他们在社区有更多的获得感 幸福感和安全感 感谢观看